在北京消失的行业居然现在又出现了 第一个卖水人 老北京人吃水主要是依靠井水 听见甜水的叫卖声 拿着水盘就往外跑 送水的大多数都是吃苦耐劳的山东人 现在这桶装水不是熟人送的您敢喝吗 第二个拉洋车的 骆驻祥子的真实写照 漂亮车拉整天 这句话您现在听不见了 代替他们的是三轮黄包车带您逛胡同 不过您得先闻件带上车 第三个独轮车 京城重要的交通工具 一边坐人一边放货 推车的那讲究技术 取代他们的 那是现在的摩迪泵门黑三轮 他们骑车也讲究技术 但是大多不讲规矩 第四个腰堂鼓的 号称背着百货商店的买卖人 他们胸前的箱子里 大多都是雪花哥和梳头油 手上堂鼓一响 跑得最快的是女人们 现在代替他们的 那叫代购 买得最多的还是女人们 第五个窝博 早年间对搬运工作的土城 现在那叫搬家公司 第六居盆居碗的 破镜重园修复界的手艺人 现在叫艺术修复 这手艺千万别变成古董造假 第七个卖假药了 现在没有了 但是人知道谁代替他们了吗 我们下词 我们下词 我们下词